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个板鞋大师观战来观战一把杨妹妹的鱼女 看一下她的鱼女成年了没有 这方面的话机械祭司前锋加傭兵搬了一个先知 开局横向双十一这边包过来是个前锋 但这个收叉还是能包很大一块距离的 虽然说是个前锋呢,这个收叉包的位置还是蛮大的 前锋这边的话直接反走,这波反走比较好 他往前面走这个区域太大,他要拉很大一波就才能出去的 好这边双十一再包一波,前锋这边最好是收了叉以后直接翻个板子往外走 架住的话百分九十几了,哇这水汽 下一个叉,一叉戳到可能就没了 瞄准,水汽还没减 那根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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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这边怎么来收一个漂亮的叉,找角度收爆了 已经到边上了 可以啊这波的话抓前锋抓得很漂亮,这个鱼女 别说成年了感觉很老练啊 再包 一个包包住啊 一刀正式,哎哟打得好打得好,这个真的 这个鱼女 这波的压迫力很强很强 这波的压迫力很强很强 他击倒一个前锋闪现都没有用 而且闪现其实也差不多才刚好啊 两波位置的一个 水汽包围包的 堪称完美啊堪称完美,我觉得这把 这个水汽包的一个位置教科书级的 这里还人工划了一个圈,追了一刀 我们20秒闪现捏在手,这里的话 一个叉包住前锋 看能不能省下这个闪现吧 这波前锋这个走位还是蛮好的 收 要交球,要交球,水汽很 很深 闪现一刀,好的可以 一个A闪 用逼这边挨了一刀,穷者这把的话蛮难打的 想要去平都有点困难了,这边很简单就是丢个叉把那边用逼马机封了就可以了 然后就守着这个前锋 对这边丢个叉把这边马机封了就可以了 爱冲,直接一个包围 哎,包住,好,用逼得走 祭司来救,划圈圈嘛,封住你嘛 可以了 这前锋应该没人救了,傭兵来救 他得偷,偷可以,救不行 正面救不行 偷的话可以偷一偷 然后 鱼女这边的话,追傭兵是最好的 傭兵半转弹 他这边起一个击倒节奏,后续人很难救下来的 特别有有些椅子对吧 这边过来盘 没盘到吗 还是说这边是想要去打这边借石娃的密码机 打这个娃娃 那这边两台机子修掉 其实我觉得当时追傭兵蛮好的 追傭兵蛮好的 他这边可能 他以为这边,会不会以为这边是借石啊 这个因为我们是透视视角啊 所以很多的一个 思路选择跟他们第一视角看不见人的一个位置是有很大差别的 那老洋这波的话 等于说节奏其实是断的 因为这边这娃娃他并没有多少能量了 这波节奏断了 傭兵状态补好三户币 要重新起一波比较好的击倒节奏才有一面 现在的话我觉得55开或者4.5对5.5了 小战一点点优势 这里能不能秒 一个大插封 最好是撞一手 最好冲刺撞 封插封住50% 加20 下一个丢插 包住的话带一段伤害 然后追一刀 这一刀祭司手里面还有一个洞 也不是那么好追 也不是那么好追 这里的话最好冲一下 一个冲刺看看能不能冲到 哎对 这就舒服了 然后找角度一个收叉 叫人压在这个点位 舒服啊 直接爆没 漂亮 这好像是个老鱼女啊 什么时候偷偷的练了一手 挂地压室 要不挂地压室 这边也行这边的位置还是比较空旷的 挂地压室可能距离有点远 直接切传送了 直接传送过来找佣兵 佣兵三护币也 求着这边那个安排救人也比较的好 安排街市过去救 让佣兵过来来修最后的密码机 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讲 你就不可能人机同手了 我佣兵再怎么样 也不可能倒在密码机上面的 对吧 你叫我击倒了 我也等往外倒这边的话能不能追一倒 一个伏兵跳 一个冲 拉过来 再等一个冲满 这边可以再冲一次以后收叉 没冲到这波没冲到有点亏 一个收叉没报到没报到 佣兵但是货币被卡住了 这个货币刚好是强体 配上老羊的肉体扛住了 穷尔这边选择重新修密码机 但是这边的意图好像被老羊洞吸到了 那这样的话 应该是多抓局了 应该是多抓局了 一个收 过来 最好能找到祭司 找到祭司相对来更稳 找不到嘛 追劫师也行 因为祭司让我绕过去去修刚才佣兵的遗产机 首先他过去需要20秒的时间 同时 哦打大洞 那打大洞更好 同时他这边修机子的话那下机子60%还差40% 老羊这边的话传送是马上好了的20秒够了 这边起来 佣兵的话没有护臂 但这个是摸起来的 那佣兵这边还能够 再拖一个自棋 然后这时候基劫师赶紧修 重新修一台 对重新修一台 他们现在需要修两台 然后这边一个封 这点位直接封死了 直接封死了 贴的死一点 对贴的死一点 直接封死 就你必须只能是强行出来 强出来打一刀传送了 打一刀传送了 暂停破译我去救你 直接抱了一下 抱了一下这边传送 过来找 这机子没修多少呀 过来有足迹 找到祭司 那完了 找到祭司 可能还有的说 找到祭司嘛 那就真的难了 跟斗 这把鱼你 别说打得真好 真好 无法可说的好 非常的nice 一个冲刺 先伤害打出 漂亮 然后一个收叉 这边又是50%的水气 没收吗 刚才这边他可能是不太好判断这个人的位置 机械师反正只能修了 这机械师 没修吗 他没修的话他就想修那边 优兵的遗产机 这边小房的遗产机没有修 过来 我觉得当时直接修会更好一点吧 优兵教自己一个收叉 没收到吗 没收到 但是机械师这边的话也吃了非常多的水气 游兵教自己的 37秒传送 这轮的一个拉扯时间稍微有点久了 第一段伤害打得很快 第二段伤害这边追祭司 就是刚刚那波收叉没有收 后续让祭司凭借着自己的动作 因为小船这边的祭司确实签证能力还是蛮强的 他这边击倒的话 17秒的一个传送 傭兵教自己的 爆爆煤 挂上先挂上 挂上以后守住一边的门 其实也可以 打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多抓面 只是让求者有了一个三人开门战的机会 直接传 我觉得这时候在传 这是挂飞的 不好意思 没有注意到时间有点久了 没有注意到这边已经是过半了的 刚才可能就已经过半了的 那就更加没有关系了 就算是救下来就算密码机上好这边救下来了 其实也难打平的 祭司在脸上祭司在脸上 傭兵的话这边在一个地图的对角 他跑两边的门都很远 我过程当中对吧你救下来祭司 手里面最多一个人我将祭司击倒挂飞以后传送 也是一个多抓甚至有可能4抓 因为佣逼是叫自骑的 打的好的打的好的 后面的话就抓起死都稍微慢的一丢丢吧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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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对于位置的一个判断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呢 到这边就结束了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